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思路 她说此时跟她的工作性有关 我觉得问了这个题目 就能知道张德约老师 这个思路是不是对的 张德约老师问问题 这个女孩 是不是被她这个新认识的对象杀的 不是 那就是工作 什么工作啊 这么残忍 有什么东西是第一次约会才会有的 送花是挺常规的吧 第一次约会 她去那个工作的地方 那个工作的地方 因为跟花有什么 花是真的会死 会喝酒吗 第一次 也会 跟酒也比有关系 很多人第一次约会都不会喝酒 也有可能 如果中午的话 喝一点 我讲个故事了 女生跟那个新对象 第一次约会去 一个餐厅吃饭 吃到一些有毒的 最后去上班 最后发作就死了 不是 你不感动吗 对我那个故事刚刚讲的 你不感动 她是不是过敏死的 不是 拿着玫瑰去什么场所会死 先问她的死跟花有没有关系 就知道我这个对不对了 她不是说了她杀吗 那跟上班有关系 被老被正妻抓了杀了 她的工作地点很奇怪 不许她谈在爱是有可能的 就死了 第一次约会以后她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这个似乎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从女生思维 第一次约会都会有什么发生 会发生什么 通常就是吃饭 反正她是被杀的 她跟吃的没关系 她也不是被这个人弄死的 女生第一次约会会不会自己 打扮不同的跟平时 会 对 那有什么呢 唇膏 香水 我约会打扮了一番 然后走在路上 就被人弄死了 讲故事 这个女生第一次去约会 就穿个新买的高跟鞋 然后她去上班 漂亮 她在马戏班 对 她的工作是马戏团 对不对 因为她穿个高跟鞋 被飞刀扎死了 对不对 不是 怎么会不对 怎么会不对 这么巧妙的答案 好 我讲故事 这个女生和她新对象第一次约会 接着去上班 然后她上班的同事 刚好是这个新对象的女朋友 所以发生了情杀 就死了 对啊 不是 你是对的 你的方向是对的 好的 好的 我还是觉得跟女生第一次约会的状态有关 对 这个第一次就在荧幕的中间凝视着我 什么工作 要求平时穿的相对朴素 如果盛装的话就会被杀掉 也不一定是被杀掉 就有点像那天马戏团那个 他可能是 就有可能是 我们现在还有没有那个提示 我要提示 好的 贴心的提示来了 老板大吸力游戏 吸走一切不可能 我们的提示是 气味 还有没有可能是五米王 不可能的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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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跟那些 野外什么东西有关 然后他喷那个什么香水 吸引那个什么东西过来咬着他 有可能 有可能 女生会喷香水 对 跟香水有关吗 秘方 提问 他是因为某种动物的攻击死亡的 是 香水 好 之前讲特别好 是不是这位女生是一个动物饲养员 然后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喷得特别横的香水 所以他回去工作的时候 他就被 可能叫喂狮子啊什么之类的 习惯他的味道的动物 认不出来 攻击他 而死 真的 对 厉害 厉害 人家的 其实提示得蛮明显的 他啥 只不过他是动物 是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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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